一 早上八點四十分 小英總統坐車抵達總統府 在副秘書長林佳龍陪同下 緩緩步入府內 蔡總統也將在520這一天 正式畢業 現在準備交資了 現在準備交資了 最後一次跟總統出去交資 交接儀式開始前 小英總統跟外交部長吳釗謝 聊上幾句 也回頭關心準備接棒外長的 副秘書長林佳龍 要寫下總統職務 小地方還看得出 心系臺灣 另一頭蕭美琴提前抵達總統府 在外先行迎接 準總統賴清德 賴清德坐車8點58分抵達 先行下車等待夫人 兩人手牽著手 跟蕭美琴握手寒暄 共同踏進總統府內 也象徵賴霄新時代即將展開 賴清德一路牽著太太 而總統蔡英文早已經在前方迎接 什麼 這個牌 今天很漂亮 英賴雙手 這一握正式交棒 不忘共同留下珍貴合影 英賴兩人 同況步向宣示會場 英賴蕭也在儀式之後 同況走出總統府 我能夠領導這個國家 是我畢生最大的勇氣 帶蕭兩人陪著蔡總統到主舞台 要致謝台灣人民 感謝蕭英總統八年來 帶著台灣前進 沉著穩定的 面對一關又一關的挑戰 持續的熱愛這個國家與人民 蔡總統臉上充滿不捨 而一旁的蕭美琴 還激動到伸手勢累 兩千九百二十天 卸下八年任期 蔡總統正式畢業 賴消新時代新篇章正式展開 三日新聞李正道馬 月魂台北報導